蜂蜜蜜 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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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們去一次那個 驚訝 visit 有一個女孩 看到她的時候 Michael講話 具有聲音 人家在尖叫 我們講話 欸嘿 其實你要感覺得 感謝那天方偉節沒有去 我們才會有那樣的便宜站 對 不可能啊 我是演員當然要做功課也是啦 但是我比較覺得 有些時候我覺得要演演出 是一個從中國鄉下來的 帶有一點土味的小夥子 當然自己以前在上海的時候 也看到過一些啊 就是從農村來到進城的那些 所以自己在 台詞方面 在整部戲差不多都是這麼說話的吧 然後說完了加了表情 然後再回來再重新配 然後就有那種感覺啦 對啊 真的不簡單 他們畢竟沒有拍戲的經驗啊 不搞一些東西 他們整個Morelle會load啊 load了之後 等一下要來一個很激烈的 怎麼可能突然抓了回來 不行啊 可能很辛苦的 他們畢竟不是專業的演員 他們是專業的籃球運動員 然後他們有些時候沒有演過戲 所以他們能做到這樣 我已經覺得很開心了 他們真的很厲害很棒啊 我覺得我有必要這麼做 這是有必要的 不管是不好的 你們也可以講 噢不專業 你不好 你為什麼要搞 better 我在裡面 是一個要帶動整個氣氛的一個穿插人物 我不出來站出來的話 這整個戲就不好看了 而不是說搶戲喔 是要把他們帶動起來喔 是這個原因喔 我覺得如果沒有這樣子玩來玩去啊 時間很難過 然後我們的感情也不會 就是進步了這麼快 我們拍拍機場 就要像老朋友這樣 然後也出去吃東西喝東西 對 需要默契的嘛 這是很重要的 就是鬧著玩 就是把我們默契搞了 我其實心裡是很有敵意的 我是覺得噢 我很不喜歡看到他們 因為我在中國我也有打球 所以我們打籃球 因為我們其實彼此每個人都懂 當我們不認識的時候 如果第一次見面 那就有殺氣在裡面 所以第一次其實就是這樣的 那麼慢慢 我覺得它不是一個刻意去養成的 它是一個很自然本能的化學反應 我們在一起拍戲的話 一下子變成好哥們 就這麼快 我跟他們第一次相遇的時候 就有點沒有這麼好了 就是喉嚨撞傷那一天 就是遇到他們的第一天 一年了 不是你們 他們還不錯 對 他們還不錯 一天到晚我也問我 到底好不好 到現在喉嚨還沒好 還是不能唱歌 所以這不是重點 OK 重點是 今天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 大家在一起拍戲 也是一種緣分 這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是 希望大家可以盡量把他們寫得好一點 然後也是 真的是 因為他們是真的很不容易 我覺得撇開再見 就不講 就講國家隊來講 多少人 新加坡人自己會支持他們嗎 講老實話 現在有點成績了 就是銅牌還怎樣 是不是想要跟他們做得更好 那做得更好的話 是不是要多多支持他們 如果連自己都不支持自己的話 還有誰會支持本地電影呢 是吧 一樣的道理 我們國家隊 近幾年來都是靠本土球員 然後 達到不錯的成績 我們 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可以請到外園 不是一個壞事 因為 這樣 跟他練球 我們不是要用他來贏球 我們是要跟他一起訓練 跟他學習 所以比如說我們騰飛之師 就是新加坡人 一向來都有用到四個外園 然後就是這幾年來 我覺得新加坡籃球會進步 就是因為一直跟這些外國球員切磋 所以我覺得有這些外園的存在 對籃球的前景是好的 張老師說話 他比較專注他們 因為冰淇大哥很相信我 我覺得 他只是一直專注 希望他不要一眼放出來 他的感覺 他就是抓那點抓得比較準 但是為了不要讓他分心 我就盡量不要出來 對 所以沒有讓他真正的分心到 然後讓他有更多的時間 去可以配合他們 讓他們去好好教導一下 他們這樣 這些非常好的運動員們 跟第一次演戲的朋友們 對 我一向來都很接受 而且很歡迎 我覺得近幾年來 為了提高競爭的 甚至我們本地本土的集會 都開始請外園 有些菲律賓人 有些美國人來 我覺得這種良心的競爭 對大家都是好的 畢竟我們 就是要把籃球搞起來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 一個開始 所以我之前 拍電影之前跟拍電影之後 我還是同樣的歡迎 我相信 我們的幾位國手 我們都是很 我們都很喜歡競爭 我們很喜歡外面的人 來跟我們解釋 我覺得這個問題 應該是要問我 然後會比較適合吧 我們是你們能接受外來的吧 而是我們外來了過來了之後 我們的感覺是怎樣的 我們是被你們接受了嗎 你認識我嗎 你認為是兩種不同的談判 對啊 外圓如果很強的進來 他們就會失去他們的威脂 對啊 所以現在的聲音是 總是講Forendalance 還是什麼什麼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因為你看啊 我13年前自己來的時候 我自己來的喔 然後我進小學的時候 我有受過歧視的啊 我有受過很多歧視啊 我有講過怎樣啊 講了一大堆啊 我一直聽不懂什麼啊 然後我現在才知道 然後我現在才知道什麼叫 你知道嗎 然後那時候我現在才知道 如果當時他這樣講我的話 我會這樣回答他 當他這樣講我的話 我會這樣回答他 我會用另外一個語言回答他 為什麼 因為這13年在這邊 我已經學了很多東西了 非常地了解到我們 比較本土化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一個中間人的位置 很辛苦 我回上海的時候 回中國的時候 你們新加坡人啊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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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新加坡人不是這樣的 我也來新加坡人 你們中國人啊 什麼什麼什麼 沒有 我們中國人也不是這樣的 你知道嗎 就有一種這種感受 所以這部電影喔 好事好在喔 就是很有共鳴啊 就是 當時來的時候 我剛來的時候 我是有感的發啦 那時候也並不是非常友好 但是非常開心 我媽給了一張比較俊俏的臉 所以還挺受女孩子歡迎的 也比較很好 這樣度過了PSLE的階段 到了進中學之後 就慢慢慢慢 非常融入到這邊 大家也非常接受我 對啊 我不是說我從洋沒外喔 我是說我很開心可以 因為讀書的關係 大家接受到我 而之後 反而是兩國之間的友誼 可以產生一個共鳴啊 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 我覺得無論你是 來自哪個國家 當你走出國門 去到國外生存 只要你抱著一顆感恩的心 人們就會接受你 人們就會尊重你 入鄉隨俗 而且也不要忘本 這兩個 只要你平衡好 感恩 你會遇到 你會發現其實生活 你會遇到很多很多的貴人 很多很多的好的好的人 看到好的一面 髒的東西哪裡都有 哪裡都一樣 你說美國 美國更爛 每天都有強奸案 殺人們 可是媒體並沒有去報導它 不代表它很光鮮 所以我的背景是 因為我從小到大 都是跟很多外國人混在一起 所以我可以理解它 我是接受他們的 我在中國 我是跟很多德國人 美國人 意大利人 加拿大人 我們經常在一起玩 就是這樣的一個環境 使我明白 我先接受別人 然後才會被接受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